鲜活的甲鱼到底怎样宰杀 很多人呢都不废 甲鱼不管是红烧还是炖汤 怎样去处理 很多人呢也都不知道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 甲鱼的宰杀 以及红烧的家常制作方法 大家好我是唐光燦 今天呢咱们做一个 甲商的红烧甲鱼 正好阿彪叔 咱们现在累了 甲鱼给它补补肾 好对好对好 今天呢我们买了一个 两斤半左右的肥糖甲鱼 在夏天的时候呢 它的活力非常的强 那么我们怎样去宰杀它 才会更加的安全 可靠干净 在前期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准备三样工具 菜刀 抹布 搭配上一把剪刀即可 甲鱼的最强皇鱼呢 就是把头 伸在这个坚硬的壳里面 我们只需要呢 将它翻一个跟头 它就会主动的把脖子伸出来 在它伸出来的一瞬间 我们瞬间用抹布 拽住它的头部 用力的向外拽 把它所有的脖子全部拽出壳 再用手在它的底部的位置 找到血管和气管 只要把它们割断 这个甲鱼呢 我们就是完成了第一步的宰杀 接下来的场景呢 可能比较血腥 请大家呢 谨慎观看 以防引起不适 割断以后呢 放在一旁 自然的将它体内的血躺完 甲鱼也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宰杀好以后呢 这个甲鱼怎样去处理 去开壳 也是有讲究的 用一个剪刀的单叶刀面 从甲鱼尾巴底部的 这个最薄弱的地方插进去 沿着它的裙边的位置 一直向这个一个方向去剪 这个地方呢 都是没有骨头的 特别的好剪 但是呢 当我们剪到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横骨的位置 就是一个骨头挡住了 我们只需要将它翻过来 避开这个横骨 从上面去剪 咱们在操作这一步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呢 就是如果甲鱼的爪子呢 它会去抓你的手 你要先把它的指甲给剪掉 其次呢 咱们要选用一把锋利坚韧的 这个剪刀 它的镀糖呢 掀开来以后 我给大家建议的是 里面所有的器官呢 都不要 包括甲鱼的胆 大家呢 也都不好去处理 虽然说甲鱼的胆呢 是有益的 它的肝和这个肠都能吃 但是呢 去处理的方法呢 就是太麻烦了 咱们就是省略了这一步 也就是说 里面所有的器官 全部是丢掉不要 除去器官以后呢 它里面黄色的油 也一定要尽量的把它去除掉 因为这个甲鱼的油啊 它除了腥 一点营养价值都没有 而且吃起来呢 还特别难吃 全部宰杀 处理干净完成以后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点火起锅 锅中呢 加水 这一步呢 咱们来给甲鱼烫皮 给甲鱼烫皮的水温 也是有讲究的 像这种肥糖甲鱼 我们用80度的热水去烫 不用烧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甲鱼 全方位 无丝角的 放在这个热水中 去烫皮 放在里面烫着的时间呢 大概10秒钟左右 每一面呢 都是不要烫时间太长 你像这样 用手呢 轻轻一搓 它这个皮呢 就很容易接下来 不管是反面正面 脖子 腿部呢 都要把这个皮 全部给它给接掉 因为这个皮呢 不能吃 而且还特别腥 处理好甲鱼的皮呢 下一步呢 咱们来进行分割 甲鱼的头部呢 咱们去除鼻尖 将它一分为二就可以了 剩余的 咱们从中间剔开之后 先去除尾部的生殖器官 剩余的呢 咱们剁成自己喜欢的大小块 这边呢 给大家建议的是呢 尽量去剁大一点 包括甲鱼的壳 也给它一分为四最好 分割完成以后呢 放一旁备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点火起锅 这一步呢 咱们来给甲鱼焯水 冷水下锅焯水 是最有效去除 肉类血水的方法之一 加入甲鱼之后呢 咱们开大火 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开 随着锅中温度 不断的上升呢 会有大量的糊沫出现 我们先用勺子呢 将上面的糊沫 全部打出丢掉不要 再捞出来 放在清水中 冲洗过凉 并且再一次的 将上面的甲鱼油 也就是这个黄色的东西 全部去除掉 这样呢 我们处理好的甲鱼 才能吃得放心 每一块肉呢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的 你不管是清蒸 清炖 红烧 自己呢 在家吃都非常放心 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 非常简单的 红烧家常做法 首先呢 是这个 咱们处理好的甲鱼 辅料呢 咱们用到香菜 还有这个青椒 葱姜蒜 稍微的切大一点啊 不要碎 还有这个干辣椒 花椒八角 常见的老抽 是由上色的 适量的白糖 还有这个猪油 必不可少的黑胡椒 香醋 还有一品鲜 生抽类的酱油 最后呢 放少许的蚝油 首先呢 我们点火起锅 开大火 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干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不停的转动润锅 这一步呢 是最有效 防止食物粘连锅底的方法之一 大火呢 烧热以后 下蒜子 将蒜子呢 炸至金黄虎皮状 放一旁备用 锅中留少许炸蒜的素油 再下入提前准备好的猪油 加猪油 可以使甲鱼的味道呢 更加的干香好吃 并且汤汁非常粘稠 没有猪油的话呢 可以用适量的五花肉来代替 油热以后 咱们先下葱姜 进行简单的煸炒 再倒入提前处理好的甲鱼肉 大火不停的煸炒 使甲鱼肉得到充分的加热 这一步有去腥增香的效果 炒匀以后呢 下入干辣椒 八角花椒 主要是增加麻度 辣度 能吃麻吃辣的 咱们多放 不能吃的咱们少放 再次简单的煸炒以后呢 咱们下入老抽 上色 再加入生抽类的酱油 增加底味 再下入大约30克的蚝油 可以使汤汁更加的粘稠 同时还有增加底味的效果 再顺锅边 喷上一点醋 去腥增香 一定要加入灵魂的黑胡椒碎 它和甲鱼在一起烧出来之后呢 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加完之后呢 咱们再次大火煸炒 将生酱油的味道全部炒出来 并且激发出调料的香味 随后呢 咱们补足清水 这个清水的量 一定要高于甲鱼 一厘米左右 同时放入青椒 还有这个香菜 增加这个甲鱼的清香味 倒入白糖 中和酱油的咸度 看到这里呢 又有人问 为什么烧菜不放盐 因为咱们前期放的所有调料呢 基本上都是含有盐的 在这里呢 我敢给大家保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保证是这个盐度和甜度 都是刚刚好的 烧开以后呢 咱们盖上锅盖 用中火持续焖烧 十分钟左右 时间到以后呢 咱们打开锅盖 此时呢 香气扑鼻 锅中的汤汁呢 基本上已经烧得快干了 这个甲鱼 保证是已经烧熟了 为了触瓶好看 我们用筷子呢 将里面的辣椒 香菜 干辣椒 花椒 以及生姜 全部敲减出来 不要 再倒入 咱们提前炸好的大蒜 放入适量的鸡精 去提前增味 这个鸡精中呢 它也是含有盐的 如果大家不喜欢吃鸡精的 可以不放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开大火去收汁 一定要把这个汤汁啊 给它收得非常粘稠 全部的挂在这个甲鱼的肉上面 盛出来装盘以后呢 就可以上桌使用 这道菜的做法呢 非常简单 大家呢 只要是把这个甲鱼处理干净 我相信呢 你们在家都能做好这道菜 留着中秋节过年的时候 咱们露一手 甲鱼身上最好吃 最有营养的部位 是这个裙边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一定要先抢先吃 来 这个裙面好吃 对 这裙面肉好吃 这个裙面肉最好吃的 对 不好吃吗 嗯 眼睛正好为我先没 喂 那道菜 fool тебе 看到 你 精子 对